在今天为您播出美国大选观察第16集 作者是纳威先生 今年大选德克萨斯州是最激发选民想象力的一个州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跟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民调出乎意料的接近 1976年大选 民主党候选人卡特挑战福特总统 在德州以微弱优势获胜 此后十次大选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德州每次都获得压倒性胜利 转眼40年 从今年民调中 民主党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0月13号 德州提前投票第一天 拜登夫人在西部重镇埃尔巴索 向支持者发表演讲 说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我们可能赢得德州 赢了德州 我们就不可阻挡 拜登夫人把同样的信息带到德州两个最大城市 休斯顿和达拉斯 往年的大选 因为两党候选人支持率相差悬殊 共和党稳赢 民主党稳输 所以双方都不在德州投下竞选资源 共和党的候选人不用花钱也能赢 民主党候选人钱花了也白花 今年受到民调数据的鼓舞 拜登团队已经在德州投入了600万经费 部署了60人竞选班子 德州是民主党近十年来不断追逐的一道政治彩虹 共和党在德州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 历年的大选中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是以领先对手两位数字获胜 2016年大选 川普总统在德州得票领先喜来利9个百分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领先幅度第一次降到个位数 今年大选 在两党候选人民调接近的情况下 德州民主党人希望拜登抓住机会 在德州投放更多人力和财力 但是德州并不是拜登的优先争夺之地 他把主要力量投放在获胜把握更大的宾州 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 北卡罗莱纳 亚里萨纳 佛罗里达等州 他本人没有亲自到德州竞选 目前投放的人员和资金相对于德州的规模来说 也是杯水测薪 德州不仅有38张选举人票 数量仅次于加州 而且是共和党控制的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州 按照经济实力 加州 德州 纽约 佛罗里达 伊利诺 这五个州 占美国GDP的40%以上 其中加州 纽约 伊利诺 是民主党的铁盘州 佛罗里达 是两党 平分秋色 只有德州 是共和党的铁盘 和样盘州 如果川普总统输掉了德州 不但意味着竞选的血崩式惨败 而且共和党可能会面临 全国性生存的危机 或者被迫改革 或者逐渐演变成为一个 代表贫穷落后州的扫书党 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的州 德州经营成本和生活费用低廉 从国外和其他州 吸引了大量投资 大学毕业 以及以上学历的外来人口 源源不断流入 城市化增速迅猛 改变了德州选民的人口结构 高学历人口 大城市和郊区人口 在选民中的比例上升 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最近十年 德州民主党不断蚕食共和党的地盘 比较成功的 一是在大城市及郊区 二是在以拉丁裔居民为主的农村和小城镇 德州的大城市及周围郊区 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民主党的多数 拉丁裔居民集中的西部和沿墨西哥边境河谷地带 已经成为民主党租党的区域 德州中部、北部和东部 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农村跟小城镇 是郭河党最后的堡垒 德克萨斯地域广囚 面积相当于法国 共有254个县 人口最为稠密的五个县 分别是五大城市所在地 休斯顿、阿拉斯、沃斯堡、奥斯汀、圣安东尼奥 2016年大选 喜莱利赢了这五个县里面的四个 但是这五个县的选民投出的选票 只占2016年全州选票的43% 即便是加上另外五个人口比较多的县 喜莱利得票领先川普62万张 但是在其他244个县 川普得票要比喜莱利多了140万张 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的白人选民 仍然主导了选举的结果 很多人把德州跟正在从共和党 倒向民主党的亚利桑那州相比 这两个同处于阳光带上的传统共和党州 既有可比性的方面 也有不可比的方面 在亚利桑那州 从1952年以来的17次大选中 共和党候选人赢了16次 只有1996年大选 在第三方候选人皮罗的角局下 克林登总统以微弱优势赢了 共和党候选人多尔 跟亚利桑那州一样 德州也有庞大的倾向民主党的拉丁裔选民群体 大量大学毕业 以及以上学历的外国和外州移民迁入 定居在大城市和郊区 使得支持民主党的选民 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涨升 这是两个州有可比性的地方 不过跟亚利桑那不同 德州大部分人口分布在 无数的村庄和中小城镇 亚利桑那人口 其中住在凤凰城和图桑所在的 这两个县 仅是凤凰城和周边郊区一带的选民 在2016年大选中 投出的选票 就占全亚利桑那州总选票的53% 所以在亚利桑那的大选投票中 赢了这两个大城市和郊区 就意味着赢了全亚利桑那州 这在德州行不通 即便是候选人赢了德州五大城市和郊区的选票 如果大幅度输掉农村地区和小城镇 仍然难以获得多数 在德州的大城市和郊区 选民的政治倾向有着 跟亚利桑那相同的趋势 但是在德州目前的人口结构下 民主党候选人只赢大城市和郊区 还远远的不够 城市人口占比增长 德州要比亚利桑那慢了一拍 选民由共和党倾向民主党 而德州也比亚利桑那州慢一拍 这不但反映在州长 州议会联邦议员等选举方面 也反映在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方面 比如说在2016年大选 川普总统虽然赢了亚利桑那 但是只领先喜来利3.5% 而在德州 川普总统领先喜来利9个百分点 今年大选 亚利桑那变成了偏向民主党的争夺州 符合选民结构的变化趋势 看亚利桑那目前的民调 不管是总统候选人 还是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民主党都领先共和党 在德州 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民调 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如此的接近 有些民调甚至于显示 拜登在选民中的支持率 略微领先川普总统 从种种迹象来看 尽管这一次大选 两位候选人在德州的得票差距 可能比较接近 但是拜登赢德州的机会 不像赢亚利桑那州那么大 他的团队可能不想 在果实尚未成熟的地址后 在德州投入太多资源 毕竟拜登不需要赢德州 就可以赢得大选 与此同时 本地的民主党人摩拳擦掌 耀耀欲试 川普总统的第一支持率 正在连累德州议会 一些竞选连任的共和党议员 当地的民主党人 把大量资源投入到 争夺州议会的席次上 2018年中期选举 虽然德州民主党候选人竞选联邦议员失利 但是德州民主党在州众议院选举里面 攒获颇风 增加了12个席位 由过去的55席对共和党95席 变成67席对共和党83席 今年大选 民主党期望再夺九席 获得州众议院多数 一旦州议会变天 民主党在大选中赢德州 就更有可能从梦想变成现实 因为共和党控制德州行政和议会几十年 挑战共和党候选人的大都是民主党政治新手 不但在资源方面处于劣势 在经验方面也处于下风 比如2018年中期选举 挑战克鲁兹参议员席位的欧鲁科 只担任过几年州众议员 这一次选举挑战克林参议员席位的海格尔 没有正式从政的经验 民主党新人需要经历更多州内竞选的经历 在以往大选中 德州选民的投票率只有50%左右 属于投票率最低的几个州之一 今年大选 德州选民投票热情一乎寻常的高 提前投票第一个礼拜 已经有470万选民参加了投票 超过2016年大选投票人数的一半 选票数和投票率都在各州里面 遥遥领先 这对于共和党和川普总统来说 可能不是个好消息 德州有1700万选民 其中拉丁裔选民500万 占30%左右 拉丁裔选民压倒性支持民主党 但投票率要比白人选民低了20%左右 如果拉丁裔选民的投票率明显提高 拜登和川普总统在德州的投票率差距就会缩小 甚至于导致天平向拜登一方倾斜 如果川普总统输了德州 将是今年总统选举中一个最大的意外 如果不发生这样的意外 德州倒向民主党的转折点 可能会是2024年联邦参议员选举 早目前的发展趋势 四年后 克鲁兹很难保住他的参议员席位 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 德州就差不多变成上一次中期选举时 亚利桑那发生的局面了 德州从共和党倒向民主党的进程 也在显著加速 但是离转这点还有不短的距离 可能还需要四年 也可能还需要八年或者更长 当然共和党可能会自我改革 变得更包容更开放 从而减缓甚至于逆转德州倒向民主党的进程 只是现在看不到那样的迹象 以上是美国新闻林一台 今天为您播出2020美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美国大选观察之16 由纳威先生竹笔 谢谢您的收看